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热潮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话题 包括在特朗普支持下枪支和弹药制造商股票的飙升 交易员们的疯狂操作 以及特朗普媒体与技术集团股票的狂飙 这些现象展示了投机者如何在特朗普交易中迅速获利 此外 我们还将讨论亿万富翁埃隆 马斯克计划每月捐赠4500万美元 给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以及JD范斯的商业背景 如何助他成为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枪支 弹药和监狱 投机者如何在特朗普交易中迅速获利 在2023年炎热的夏天 投资者们都在密切关注唐纳德 特朗普的政治动向 这位前总统和现任共和党候选人的每一个举动 都像一颗石子 在股票市场的池塘中激起层层波澜 这种情况下 枪支和弹药制造商的股票成为了市场的明星 让人瞠目结舌 在特朗普的支持下 Smith & Wesson的股票飙升了14% Stone Ruger上升近6% 而Arnold的股票甚至上涨了15% 原因很简单 这位前总统一直以支持放宽枪支法规著称 对于投机者来说 投资这些公司的股票几乎是毫无疑问的选择 在特朗普支持下的投资不仅限于枪支和弹药 过去的48小时内 交易员们度过了一个狂欢的日子 你几乎可以听到他们在市场上尖叫 买监狱 卖太阳能 买加密货币 卖风力发电厂 抛售生物燃料 买弹药供应商 当然还要给那些化石燃料公司注入一记资本身上限速 欢迎来到这个赌注于特朗普强势选举胜利的股票市场 最引人注目的特朗普交易莫过于购买他的公司 特朗普媒体与技术集团 Trump Media and Technology Group的股票 该公司拥有他的True Social媒体平台 这些股票在特朗普的枪击事件 提升了他的选举前景后上涨了48% 许多人现在认为这是一个注定的结果 特朗普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 拥有58%的股份 本周该公司的市值飙升至115亿美元 从某种角度来看 这家公司去年仅创收400万美元590万澳元 而亏损达到5800万美元8600万澳元 当然特朗普媒体与技术集团 并不是一只基于传统基本面交易的股票 其股价随着特朗普本人的政治命运而剧烈波动 6周前的一次事件导致其股价下跌了15% 但就像任何有风帆的船一样 这只股票正在快速前进 这要归功于特朗普重新塑造的强硬形象 和潜在的总统身份 如果特朗普集团上市就好了 但特朗普交易并不止于此 上市的监狱公司也是受益者 这要归功于他承诺打击非法移民的举措 这将增加对拘留中心的需求 最后 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前景 点燃了加密货币股票的火焰 这位曾经称加密货币未骗局的人 现在已经转变为这种高风险货币的传道者 比特币价格飙升至一个月来的最高点 尽管看起来很奇怪 但枪支 但要股票 监狱 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公司 和加密货币公司的股票变动 相比于一些受特朗普胜利启发的股票反应来说 似乎是合理的 举个例子 有报道称 一家中文公司因其本地语言 名称听起来像特朗普大胜 而在周一股价飙升 这家名为Ysoft的软件制造商 其中文名称川大智盛 暗示特朗普的胜利 在深圳股市中 以每日最大10%的涨幅上涨 这家公司在特朗普2016年胜选后 首次因其巨大的涨幅而出名 而另一家中国公司 云南系工业公司或希拉里阿姨 则下跌了10% 撇开对新特朗普总统任期的一些极端市场反应不谈 接受他已经展示的减税和清监管方式 有一个更为阴险的中期视角 来看待一个胜利的特朗普 当然 特朗普的超资本主义友好政策 和挥霍无度的支出 可能会为美国股市提供初步的推动力 但专家认为 其对通胀上升的后果 可能是破坏性的和深远的 比如 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额外关税 这符合美国制造的口号 但最终将由美国消费者买单 挑选基于情绪的股票赢家 是一项无害的运动 但要小心你所希望的 亿万富翁据报计划 每月捐赠4500万美元 给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埃隆 马斯克计划 从7月开始 每月捐赠4500万美元 给一个专注于选举唐纳德 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Super PAC 这位科技亿万富翁 在两天前刚刚公开支持特朗普 并已经向这个名为 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America PAC的组织捐赠了一笔 被形容为相当可观的金额 不过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这笔捐款的实际数额 要到7月15日的选举申报文件中 才会公开 根据这两家新闻机构的报道 马斯克的捐款计划 是基于一些熟悉这位科技亿万富翁计划的 匿名人士的说法 马斯克的净资产 估计为2520亿美元 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如果马斯克真的按照计划捐赠 这模大一笔钱 华尔街日报称 这将是一笔非同寻常的巨款 并指出 目前已知的2024年选举周期中 最大的捐款是银行家托马斯 梅隆的曾孙捐赠给支持特朗普的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5000万美元 根据纽约时报的记录审查 截至6月30日 马斯克尚未向这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 不过 纽约时报报道称 这个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已经得到了马斯克在科技界的一些朋友和盟友的支持 包括与彼得 蒂尔共同创立软件公司 Palantir的乔朗斯戴尔 彼得 蒂尔是特朗普新任命的副总统 俄亥俄州参议员JD 万斯的重要政治捐助者 此外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加密货币企业家温克莱沃斯双胞胎 也参与了这一努力 他们曾批评乔拜登通过监管 对加密货币发动所谓的战争 并在6月称赞特朗普市支持比特币 支持加密货币 支持商业 马斯克在3月6日的推文中表示 未了让大家非常清楚 我不会向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候选人捐款 纽约时报报道称 这个夏天启动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旨在通过资助强有力的共和党选民 动员努力 模仿民主党的选民投票努力 特别是在摇摆州 尽管马斯克在3月曾表示 他不会向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候选人捐款 但这一最新的报道显示 他可能已经改变了主意 并计划大力支持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借地泛斯的商业背景 如何助他成为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 唐纳德 特朗普在周一选择参议员 借地泛斯作为他的竞选伙伴 这一决定提升了一位 拥有长期金融联系的政治人物 这些联系必将在2024年的竞选中 发挥重要作用 如果特朗普在11月获胜 泛斯将立即成为商业世界的重要桥梁 从西谷的强大角落 到他作为风险投资家 和参议员所支持的制造商 我已经决定 最适合担任美国副总统职位的人 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 借地泛斯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 借地在科技和金融领域 有着非常成功的商业生涯 前总统补充道 39岁的泛斯 多年来一直是一名风险投资家 他在商业领域的时间 比在政治领域的时间更长 正是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 泛斯建立了影响他政治生涯的联系 这些联系 首先帮助他将投资者的资金 带回他的家乡俄亥俄州 然后帮助资助他的参议员竞选 并已经帮助特朗普 填补了自己的竞选资金库 泛斯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 他能够在各种商业世界中游刃有余 同时保持一个根植于他在俄亥俄州贫困成长的公共身份 自称内心深处的乡八老 有时我以几乎原始的蔑视 看待精英成员 他在畅销回忆录中写道 并补充说 最让他沮丧的是 这些精英在我们自己的该死的游戏中击败了我们 在2013年 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后 泛斯在旧金山生活了一段时间 并在Mithril Capital工作 该公司由前PayPal首席执行官彼得、蒂尔和阿杰、罗阳共同创立 范斯还在职业生涯早期在华盛顿特区地区工作 未前AOL首席执行官史蒂夫、凯斯的风险投资公司Revolution LLC工作 该公司致力于扩大像范斯出生地米德尔敦这样的小镇的资本集会 坠地范斯已成为全国各地感到被遗忘了人的领袖声音 所以他是帮助我们扩展复兴之路的完美人选 凯斯在2017年说 也是在这个时期 范斯在2016年出版了一本名为《香巴佬的碑歌》 《一个家庭和文化的危机回忆录》的《回忆录》 这本书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 并使他迅速成为全国知名人物 范斯在书中描述自己为一个在华盛顿特区地区沃尔玛购物的普通人 拥有好工作、幸福的婚姻、舒适的家和两只活泼的狗 这本书还描述了范斯回到家乡俄亥俄生活的经历 他继续在风险投资领域工作 并定居在辛辛纳提地区 他在2020年创立了自己的基金 据报道得到了像蒂尔、马克、安德森、埃里克、施密特和斯科特、多西等人物的支持 这家位于辛辛纳提的公司 Naria Capital成立的目的是将东海岸的大笔资金 重新引导到像俄亥俄州这样的州的投资机会中 范斯随后进入政界 并在2022年竞选参议员 他的科技联系继续发挥作用 蒂尔通过向一个支持范斯的团体保护俄亥俄价值捐款500万美元 来支持范斯的参议员竞选 根据联邦选举记录 范斯赢得了那场比赛 并于2023年进入参议院 至今仍在任职 蒂尔迄今未止没有参与2024年的选举 但范斯与亿万富翁投资者大卫、萨克斯关系密切 后者已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 范斯和萨克斯帮助策划了 最近在西谷为特朗普举行的筹款活动 该活动在萨克斯的家中举行 标志着特朗普多年来首次访问旧金山 这次进军深蓝区域为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筹集了据报道的1200万美元 这些是房间里的一些领先的 AAI创新者 范斯在筹款活动后的福克斯新闻上说 萨克斯也将在周一晚上的共和党 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 范斯在旧金山的时间 也与他作为特朗普的激烈批评者的时间重合 这些评论民主党人 肯定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不断提起 在2016年的一篇大西洋文章中 他谈到了他家乡俄亥俄州的毒品问题 并认为特朗普不是解决米德尔敦问题的答案 他最后称特朗普为文化海洛因 这只是范斯过去反特朗普立场的 长长清单中的一项 这些立场在他崛起于全国政治舞台时 得到了充分记录 范斯早已与他的尖锐评论保持距离 并在随后的几年中 成为特朗普最直言不讳的捍卫者之一 在最近几天 既前总统遇刺未遂后 范斯比大多数人走得更远 将枪击事件归咎于总统拜登的言论 这种言论直接导致了对特朗普总统的暗杀企图 他在X上发布消息说 他与西谷的联系仍然活跃 并且在可能的第二个特朗普政府中 范斯肯定会成为大科技政策 和其他商业世界问题的核心声音 范斯经常像特朗普一样 关注他所称的保守派声音的大科技审查 并将其作为他在华盛顿时间的一个主题 自从他作为参议员回到华盛顿以来 范斯还参与了与他的家乡俄亥俄州 直接相关的经济问题 例如 范斯与民主党人谢罗德·布朗合作 推动了2023年铁路安全法案 这是一项旨在防止未来火车灾难的法案 该法案是由莫福克南方公司 在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 发生的脱轨事故引发的 这是他在参议院期间 关注俄亥俄州和工厂建设的部分内容 在最近的福克斯新闻节目中 范斯被问及倔地范斯经济会是什么样子 比现在更多的制造业工作 他回答说 如果你看看那些真正繁荣的经济体 它们有一个强大的制造业基础 它们正在开发自己的能源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特朗普的影响下 枪支 弹药和监狱相关的投资 迅速成为市场中的热门选择 特朗普以其支持放宽枪支法规的立场 使得Smith & Wesson Sturm-Ruger和Emmo等枪支和弹药制造商的股票 受益匪浅 此外 特朗普的移民政策 也给监狱和拘留中心带来了投资机会 在特朗普重新竞选总统期间 市场投机者通过投资 与其政策相关的公司 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例如 特朗普媒体与技术集团 Trump Media & Technology Group 在特朗普选情看好时 其股价大幅上涨 这家公司拥有特朗普的社交媒体 平台Truth Social 并且在政治气氛的推动下 其市值一度飙升至115亿美元 此外 特朗普的支持者和投资者 还包括高净值个人和企业 如亿万富翁埃隆 马斯克计划 每月捐赠4500万美元 给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Super Park 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共和党的选民动员 模仿民主党的策略 特别是在摇摆州 另一方面 特朗普选择 JD 范斯 作为其副总统候选人 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商界和金融界的支持 范斯的背景 使他成为商业世界的重要桥梁 能够吸引来自西股和其他投资者的资金 他的政治和商业经历 使他成为特朗普竞选中的一个核心人物 总的来说 特朗普的政策和竞选活动 极大的影响了市场的投机行为 投资者在枪支 但要监狱和与特朗普相关的媒体和技术公司中 看到潜在的赚钱机会 这种现象 展示了政治与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 也揭示了投资者对政治风险和回报的敏锐嗅觉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特朗普政策对市场的影响 首先我不得不说 支持特朗普的投资者真是赚得盆满钵满 这些数据可不是随便编出来的 这些都是市场的真实反应 当然 这也显示了特朗普在放宽枪支法规方面的影响力 这些公司并不是靠吹牛上涨的 而是基于真实政策改变的预期 这在金融市场上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投资策略 哈哈 楚天书 你是说投资于更多枪支和弹药公司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策略 这听起来像是要让我们的街道变成西部片的场景啊 当然 短期内股票上涨看起来很美好 但这对社会安全和长期经济稳定的影响呢 难道我们要忽视增加枪支犯罪和公共安全隐患 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策略 那么下一步是不是投资监狱公司 因为更多的枪支意味着更多的犯罪 更多的犯罪意味着更多的囚犯啊 谢琪琪 你这样说就有点过于戏剧性了 投资市场并不是道德判断的地方 而是资本流动的战场 投资监狱公司也是一种现实的考量 这和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有关 它打击非法移民的举措确实会增加对拘留中心的需求 这不是投机 而是根据政策变化做出的理性预测 再说了 难道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就没有风险吗 市场上每一个投资选择都有其风险和回报 投资者只是选择最有利可图的选项 哇哦 楚天书 你的冷血商人形象真是让人佩服 那我们来谈谈投资特朗普的Truth Social吧 这个平台去年亏损5800万美元 现在市值却飙升到115亿美元 这就像是Crazy are ICH Asians的翻版 但这里的资本肾上限速是建立在一个政治人物的声势之上 如果特朗普的政治命运风向一变 这些投资者不就要写本无归了 这种投资完全是情绪驱动的 这和投资枪支 弹药一样 根本不可靠 谢奇奇 你显然低估了市场的敏锐度和投资者的智慧 Truth Social的成功不仅仅基于特朗普的政治命运 它还有强大的支持者和用户基础 就像Elon Musk每月捐赠4500万美元给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这显示了他对这个平台和特朗普的信心 投资是有风险的 这不假 但风险与回报总是成正比的 没错 情绪驱动非常重要 但这也是市场的一部分 楚天书 你还顺道提到了Elon Musk捐款的事 这个科技亿万富翁的金钱游戏 也不能保证特朗普的长期成功 回到基本面 J.D.范斯作为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 这个人过去可是特朗普的批评者 他现在的转变只是为了政治利益 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和政治的不稳定性是一个炸药桶 随时可能爆炸 你总不能指望中东的石油大亨 也来投资处搜索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想象一下股票市场 像个大舞台 特朗普正如一位激情四射的摇滚明星 手持麦克风 挥洒自如 激起了股市的狂潮 你们敢信 枪支制造商的股票在这位前总统的支持下 像做了火箭一样直冲云销 Smith & Wesson的股票上涨了14% Storm Ruger上涨近600分号 而MO更是飙升了15% 这些数字都在告诉我们 投资者们似乎正在为特朗普的可能当选翘首期盼 然而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交易员们似乎在过一个特朗普派对 买监狱 卖太阳能 买加密货币 卖风力发电厂 抛售生物燃料 买弹药供应商 还有给那些化石燃料公司一针资本肾上腺素 这些操作简直像是华尔街版的疯狂购物节 让人目不暇接 最有趣的是 特朗普媒体与技术集团TMTG的股票也在这场狂欢中如虎添翼 这家公司拥有Trump the Truth Social媒体平台 在一场枪击事件提升了特朗普的选举前景后 股票飙升了48% 这样的股票上涨仿佛就是在说特朗普来了 股票也要跟着肥起来 尽管这家公司去年创收仅400万美元 但亏损达到5800万美元 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市场中的一颗星星 股票价格随着特朗普的政治命运起伏波动 简直就是一场资本市场的惊险刺激游戏 然而 这些特朗普交易并不仅限于它的媒体公司 监狱公司也因为特朗普承诺打击非法移民的 举措而受益 这一举措将增加对居留中心的需求 让这些公司的股票也随之上涨 并且 加密货币股票也在特朗普的重返白宫前景下火箭般上升 这位曾经称加密货币为骗局的人 如今却成了他的传道者 让比特币价格飙升至一个越来的最高点 这真是一场戏剧性的反转啊 更具戏剧性的是 一家中文公司的股价因其名称听 起来向特朗普大胜而暴涨 这家公司名为Wise Soft 其中文名称穿大制胜正好暗示特朗普的胜利 在特朗普2016年胜选后 这家公司首次因其股价大幅上涨而出名 而另一家名为希拉里阿姨的公司股价却下跌了10% 这就是市场对于政治事件的戏剧性反应 不过这些市场狂欢背后也隐藏着风险 尽管特朗普的减税和清监管政策可能为美国股市提供短期推动力 但专家认为其对通胀上升的后果可能是破坏性和深远的 例如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额外关税最终将由美国消费者买单 这样的政策可能会对整体经济造成长期影响 除了股市狂潮 另一个大新闻是马斯克 Elon Musk计划每月捐赠4500万美元给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这笔巨款将使马斯克成为2024年选举周期中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 这位科技亿万富翁的捐款计划显示了他对特朗普竞选活动的强力支持 最后J.D.范斯成为特朗普的竞选伙伴 这位拥有丰富金融背景的参议员将在2024年竞选中发挥重要作用 范斯从风险投资家到参议员一直保持着与商业界的紧密联系 这些联系将在可能的第二个特朗普政府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总的来说这场特朗普交易不仅仅是一场股市狂欢 更是一场政治与经济的交响乐 无论是枪支弹药监狱还是加密货币公司 所有的市场动向都在这场大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而在这场狂欢中投资者们也需要小心谨慎 不要被短期的利益冲昏了头脑忽视了长期的风险 毕竟市场如同人生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